老師好,各位會長好,各位師兄師姐好 我是第十四屆的晨晨 我和大家分享 我未學晨晨學之前 我自己有打工手 都非常嚴重的打工手 每一早起床 中指和無名指都打暈了 要很快就慢慢翻開 都很痛 後來有朋友叫我來學晨晨學 我在陸同學學了很多 有聽到台上師兄分享 她的打工手都會好 結於覺得很開心 我們打工手都很快 其實我打工手都看過醫生 醫生跟我做了一些時光 她說我的骨質疏鬆和有骨刺 就要我做女士 但是我沒有去到做 我學完長生學之後 我就上了調整站 去幫人調整 我順便上去問師兄 看看如何幫自己去調整那個大工手 但是上到調整站 幫人調整之後 可能已經第一次上去 很緊張 就忘記了問我 此次上去都忘記了問我 不過我十月開始上去就做到現在 那樣就知道姐姐很自然的手 又沒有了事了 好歹master 那我姐姐就實感到 實感到就是 幫上了別人 都是幫了自己 幫人調整就是幫了自己去調整 那現在我的手就是很自然的做 現在早上起床是很舒服的 就沒有說好像黏住了 彈熱都彈不開 還有我覺得我自己的身體就好了很多 就沒有什麼傷口感冒 就是越來越好 我都是有繼續上去調查光營的 我現在在這裏很多謝陳新航 又很多謝老師 很多謝陳師姐的分享 其實在光營的過程之中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自己幫到自己的